那我非常开心的邀请到李庆诚智商工厂负责人李建林 来到我们的专访 你好 想要请博胡共同分享一下 当初是为什麽样契机而选择接手这个家属事业呢 因为其实就是那时候 父母亲嘛 就是年纪也比较大 会希望说我们可以回来帮忙 对 那时候就是会觉得说看到父母亲就是在工作辛苦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那不然就回来帮爸爸的忙这样子 是 那我相信接手之后一定会有一些不同的改变 那你在接手之后 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困难或是挫折的地方呢 困难的话就是一开始最困难是在找方向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其实回来接的时候 其实整个智香烟那时候是在比较谷底 那时候那时候是比较谷底的情况 所以就是大环境也不好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在做 在找方向去往下一个方向去做 所以第一就是比较困难是从就是转从电商 就是那时候从转型到网路去 这个阶段是比较困难的 是 从实体再往到一个网路的行销方式 会有一段路程是要去走的 对 是 那我们博物库是用什么样的理念去经营自家工厂的呢 因为我其实我们的理念是在于就是 我们的核心价值是说品人 品事品乡 就是说人 我们就是见面了 你有需求 但是我们的频率对不对 人 然后事情就是在针对我们的一个想法 或是商品有一些 是不是能达到一个共识 那品人品事品乡 前面两者都OK 那我们就可以进行说 我们去为你做客制化 或是为你的需求去做一个商品 这样子 是 那我们这个自相产品有什么样的特色的地方呢 因为其实我们自相产品来讲说 最大众还是从宗教需求 那所以我们的服务的客客户从 佛教道教一贯道四面佛 或是可能一些比较特殊的宗教 只要他有商品的需求他提出来 那我们可以从前面的品人品事品乡 这个流程 这个价值去做 然后去帮客户去做他们需要的一个产品 这样 是 那这个人当中你希望透过自相产品 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感受 给这些有需求的客户呢 因为其实这些客户他都会先讲出他们的需求 那比如说我们有跟学校大学合作 那他们有一个社区 那这个社区就是在彰化那边 他们就是种葡萄 那种完葡萄会产生大量的葡萄藤 那这个藤其实以往他是没有任何经济的作用 但是我们就跟他合作把这个葡萄藤做成碳 从碳再做成香 那一个循环经济这样子的方式 是 等于说我们透过这个产品可以达到创新 那也可以达到去满足这些有需求的客人 再就是他们的社区也会有一个自己独创的一个产品 一个产品 对 是 那我们这个李庆城自相工厂未来有什么样的短中长期规划呢 目前现阶段的话我们就是会更深入往比如说电商的一个发展 比如说短影音啊 然后各项宣传等 那中期来讲的话我们像目前的话有正在筹备要去建一个电商的一个仓储工厂 那里面会有一些行政中心啊电商的一个团队跟出货等等 这是中期的部分 那长期的话我们会因为现在什么都需要大数据嘛 所以我们会把数据就是应用到更广 那比如说自动化的生产 那或是针对数据对于人啊事情的一个管控 就是用数据去导入这样 是 那如果说未来有一个年轻创业者太小投身在这块市场的话 那我们不过有什么建议话想给他 对 建议的话就是要先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说创业大概能成功几率跟存活是很低的 那其实最简单跟最难的事情就只有一件事就是坚持 那坚持自己的理念 然后坚持自己相信要走的路 那坚持的去把它完成 对 是 那我们播放给我们这些创业者建议是说 我们要选择创业的话呢 当然都是非常辛苦的 对 所以你的事前规划包括资源资金等等的都非常重要 对 最重要的是你要有一颗胆势的心 敢愿意面对问题的心 对 还有一件事更重要是说你要先相信 对 因为你相信了所以你会看见 那大部分的都是我看见了我才相信 因为其实我们一直觉得说 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先相信 我们相信我们所心里面看到的 那我们去落实让大家看见 是 唯有你相信这条路是对的 这条路才会是对的 对 是 那我就谢谢我们的李庆程志祥工厂负责任李坚林 来到我们人物专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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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